台湾的受险公司 每一年的理赔案件 就超过5000万件 其中最大宗的医疗险 有1400多万件 换算一下 受险公司每一天 全力无休 平均要处理理赔案件 有3万多件 接近4万件 这么多的理赔案件 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里面牵涉到多少不同的险种 多少不同的保单条款 多少不同的保护 每一个保护 在申请理赔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对同一件事情 得到不同公司的不同答案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两位理赔专家 要来到我们建屋当中 帮我们来了解看看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 不同的理赔状况 趁今天这个机会 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过去我们最常听到 就是买保险就是 如果来招染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 理赔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有意见 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我大概来说一下 其实招染 刚刚有提到 老师这边有提到 招染合保理赔 其实招染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会先跟客户提到说 你这张保单的 大概有哪些几副项目 就是你的它的权利 其实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义务的 比如说你针对你的体况 那在保单的里面的 腰保书的一个建告事项 它还是有分各类的商品 你需要去说说明 那这其实大部分一些纠纷 可能或许在后面 所以也有人讲说 后面的理赔纠纷 往往是照应在招染的那一个阶段的疏忽 或者说太多承诺 或者对保单的认知 没有很清楚让客户知道 两位同意这种说法 确实是有这个状况 那我觉得前面的解说越清楚 大家的心里面 更懂得这个到底保障的范围是什么 什么可以赔不可以赔的话 后面就比较不会有纠纷 而像主持人讲的 因为毕竟业务人员 他每天接触的是以招染面的为主 他不会像我们这样 每天看着不同的理赔状况 那确实是每一个个案 都有他要去看的天 坊间一直有一个流传 说为什么理赔都不赔 因为他们有不理赔奖金 真的是这样 这个可能是误传 两位从私理赔工作多久 将近二十多年 我应该如果加一加 应该有超过二十年 所以二十年来都没有过 没有拿过理赔奖金 这是真的 因为有人会讲说 以前有现在才没有 所以二十年来都没有 以前也不会有 所以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不可能会有不理赔奖金了 赔少一点就有奖金有吗 不可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应该不会坐在这边 那你要去哪里 去玩游世界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理赔人员也是 本于他的职责 照着条款来 那该赔的就要迅速理赔 那现在保险公司 追求是理赔时效 不会是追求你的去赔率 那一般消费者 也应该不会去投保 一个常常俱赔的保险公司 网路上的资讯实在太庞杂了 跟保险有关的 根本不用讲 真的很多很多 比方说我们做纸本的 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纸本的文章 负完全的责任吗 对不对 有没有讲错 有没有讲对完全负责任 可是网路上的资讯是随便你讲的 对的也有 错的也有 客户来跟你讲说 那网路上谁谁谁 讲说哪一个网站 讲说怎样怎样 有吗 你们有这种状况吗 一定会有啦 那一样 我还是要讲 每个网路上 你遇到案件的个案的情况 跟你的案件 不见得是一样 那所以 我们会跟他讲说 还是会回到 你的个案的状况 那在你的 嫌种里面 该怎么配 那一定是 回到这样的解释 不管是业务员 或是客户 其实他都会提 某个网路文章 你知道网路文章 他发表 其实是不用负责任 对那或许 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面向 比如说他给你是一个结果 比如说有时候会给你修一张 里面通知单 然后他也加一些文字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 整个的全貌是什么 因为没办法出现 但是作者可能写的东西 会因为你知道客户 有的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很多 会去从爬文 他就爬一些东西 会给一些错误的印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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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